本局跟官务署台北关在远雄快递进口区查获这个包裹夹长二级毒品 安威他命3.47公斤 全案报请桃源地检署指挥侦办 那本局跟这个台中市的市分局东市太平分局共组专案小组 在包裹的收件地址埋伏多日 结果没有人来领取这个毒品 经过同步的这个布线追查分析 发现这个社区的保全人员杨贤可疑 那警方在针对前案来比对人车地的相关资料后 查问阳性保全 然后突然到案 前案移送桃源地检署证办 那警方在此呼吁 社区的物业保全人员 不要受到毒集团的利诱 代收不明包裹 因为这个就会成为运输毒品的一个帮凶 那运输毒品第二级毒品 法令上是处罚无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希望不要以身司法 谢谢 解释了